政府和貿化局主辦的亞洲金融論壇 星期三起一連兩日在灣仔會展舉行 特首李家超、貿化局主席林建岳等人出席 李家超表示 隨著香港防疫措施有罪放寬 本港會把握過去幾年錯過的時間發展經濟 並向國際展示 香港已經回到世界舞台中心 在過去幾個月中,香港已經在行為 正式和改革的開放 在秋月中,我們完全禁止了 規定住的客戶 在 November,我們成功發展了 一個三天的經濟公司總統的投資 保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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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We'll go fast, in a safe and orderly manner, towards our shared goal of everything resuming normal as soon as practicable as possible.